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的法规呢 事实上这个新的法规已经订出来了以后 马上要直施 可是对所有的在做payroll的老板 或者是把这些人委外去找会计师帮忙 发薪水的这些发薪水单位好了 对他们来讲也都是一些很多头痛 因为带薪病假里面有明文规定 说你必须要通知你的员工 你在这个pay period里面 你认了多少个hour 以及你现在total你有多少个hour给你用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在发薪水 没有这些问题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员工申请带薪病假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例外 因为像是这个老板 还有这个老板哪些方面 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 OK 好 就是说带薪病实际上它的法律很简单 只是在执行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能够很了解 这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然后比方来讲 他要请个半个小时 可不可以还是最起码你就要请两个小时 或者要请个半天 就这整个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OK 那不要说因为你不知道 你知道要给他三天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是在使用 所以说我们才特别会在这个月 就是在这个礼拜的 这个礼拜四 二十六号 连续四个礼拜 在阿尔布拉 奥特利尔 二外 托盛斯 启行四场 这样子的说明会 因为劳工法有改变 税法有改变 商业法的部分 有很多地方要注意 那实际上面呢 我们知道说 一个公司能够成功 是大家齐心团结 然后如果说 今天在做生意的过程之后 你很可能会被外面的数 那当然有很多保险可以保护你 可是最怕最怕是什么 一个对老板最头痛的事情 是怕被你自己的员工数 被你员工告 而且这个员工还在你公司上班 每天还要跟你见面 还跟你说早安 可是可能下午你们要到法院见面 在那种情况之下 公司会怎么样营运 很多公司我看到它是起来 怎么起来的 垮掉是怎么垮掉 垮掉很多都是因为 连续了员工跟老板之间的罗数 没有错 可能是之前发生了很多冲突 比如说像是 如果老板不愿意付员工加班费的话 这个问题肯定会让员工心里面 很不舒服 最后可能就会到了 诉讼的这一个关键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作为雇主 这是你的责任 一定要把员工的工作的时间 给他要记录下来 如果你不用时间卡的话 哪怕是员工 每天什么时候进来 什么时候离开 然后当中的休息 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不用付钱的 他说这样的话 你一定要有个记录 然后每个礼拜让他签个字 交到你公司的HR 也就是human resource 就是说负责你员工的负责人这边 就可以了 这是老板的一个工作 这是老板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对于员工手册当中 有没有必须要写在员工手册上的一些内容 那肯定有 如果说我们会建议 就是一般的雇主的话 如果说你员工超过六个人以上的话 最好要有一个员工手册 OK 这个员工手册是起什么作用呢 第一把你和员工 就是雇主和员工之间的所有的这些规章制度 写在里面 大家都很平等的 没有说有时候对这个员工有比较偏向 对这是公开的一个事实 完全是公开的 对然后一定要让员工要签字 比如说里面有保密协议保密条款 里面有就是防止就是一种歧视 OK 还有防止这个就是那个骚扰 性骚扰这些东西 一定要写在这里面 但是您刚刚说有关这个保密条款里面 也是针对所有的这个员工 并不是针对每一个人 没错没错 那这样也可以写在你的 你有了员工手册以后 也许你的那个合约也许就没有必要了 了解 希望就是说不要有任何冲突的地方 不要到时候你合约写的一回事 然后员工手册写的另外一回事 那就麻烦了 对 这样的相对来是简单一点 比较好 比较好 不要有前后有矛盾的地方 然后员工手册里面也要写清楚 就是说除了exempted employee 也就是像比如像您工作时间 因为你是专业人士 像我们属于专业人士的话 是一般来讲会被区别的 就是exempted employee 也就是我们工作再长的时间 也就是拿月薪的固定工资的 OK 但是有些大多数员工 这比较合法吗 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员工的话 大多数人都是hourly 就这时候你一定要付他工资 有一个案例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那个中午那半小时 他给员工买午餐吃 这不挺好的待遇吗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不起 你给员工买午餐的时候 这个半小时时间 你还得付他薪水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你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半小时你不能限制员工的自由 了解 所以这很多东西都是明文规定 一定要写在上面 你我他都要知道的这件事情 当然在这个里面 我想这种带薪病假 更是要写得清清楚楚才可以 而且呢 今年因为有了这带薪病假 所以你过去是你原来有员工手册的 这些所有的故事都要改 全部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 重新把这条文加进去 而且最好加这条文的时候 不是照钞 还是跟专业的律师讨论一下 今天花一点顾问费 明天省很多官司费 没有错 对对真的是 这个时间是不能省的 当然呢我对于雇主或者说员工来说 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去听听你们这个座谈会 对吗 没错 那张总裁这座谈会能再跟我们强调一下 是什么时候吗 是的 是在从这个礼拜四连续四个礼拜 在不同的location 那我们这次呢有不同的专家 有包括我们从联邦那个劳工部的 加州劳工部的这些专员 还有我们白宫的代表 都会到我们的这个会场 然后来回答我们所有这个雇主 因为这个活动不是给一般老百姓听的 针对点是雇主 或者说公司当中的高层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不要错过华行保险的这个座谈会 这里面通通都是专家所给我们讲的一些 你必须要知道的内容 好吗 我们休息一下进行广告 马上回来